谁说汤圆只能够配甜汤 咖喱只能够配白饭 南洋风味的咖喱 搭配Q弹的小汤圆 让你元宵节吃元宵 也能够有新变化 好菜点秋香的秋香老师 马上教你做 来 吃汤圆的时候到了 对不对 有的人是在冬至的时候吃汤圆 有的人是在元宵的时候吃汤圆 但是更多的时候 大家好像到了风景名胜 就要吃碗汤圆 是 热乎热乎 其实我们今天除了应景以外 还有就是 因为这个季节可能就是吃气很重 所以吃气很重的时候 我们就要吃一些不是姜 就是吃一些像薏仁 然后芙苓这些沥水的东西 所以我今天我把汤圆结合薏仁 所以它就当是一个主食 这个时候我们吃了一些冰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这个湿气 连续下雨 我们如果多吃一些薏仁 或者是姜 哪怕是姜黄 都可以适当地让体内的湿 跟不好的倒排出去 是 不然你湿气太重的时候 你就会湿困 然后 湿困就是你的人会觉得冰冰 早上起来手 要洗一洗就没精神 那你就觉得说 你披了一条那个湿毛巾在身上 所以就是吃一些利湿的东西 那姜当然是最好 如果你都没时间好煮东西 你就是喝一点姜茶 就切一些姜片泡茶喝 难怪有一个说法叫做 春乏秋困 对不对 春天看起来很疲乏 秋天看起来 时不时就想睡觉睡又睡不饱 原来就是身体有湿气 是 对 尤其是台湾湿气会特重 了解 好 那我现在就 我们要把食材稍微切一下 好不好 好 现在这个季节的台湾洋葱很可爱 真的十块 然后你看 那个芽是粒的 所以就是去买的时候 就是要挑这些 因为春天到的时候 你就是冒芽的东西 吃的能量最高 多吃一些冒芽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的大蒜有在冒芽 你就不要丢掉 大蒜冒芽 绝对是能量最高的 反正我这个锅子烫了 我先给它下去 我等一下再加油 都没关系 那我先来切一个肉 你这个肉里面 加了牛奶 牛奶 因为鸡胸肉就是会柴 对 会干 会柴 是 所以我们就把它加牛奶 加完牛奶以后 它就不会柴了 所以你就是看你自己喜欢的大小 你可以切很大 也可以切很小 就是切成宽的柳条 对 对不对 是 那像有一些就是小孩子 你就可以再切更细一点 但是如果对那种希望大块吃肉的 你也可以切大块一点 是 那切大块的话 它就会比较老嘛 所以你泡了一个牛奶 它就不老了 所以要不然煮的时候 就不要煮过头 是 对不对 我们用泡的方法 要不然就是事前我们给它一点点牛奶 让它滋润一点点 吸收多一点的那种成分 是 但是我个人真的对鸡肉半生不熟的 像那种什么 就是用泡的那种方式 我都会害怕 真的啊 我不敢吃那种泡的 因为鸡肉是一定要前手的 是 我可以放 可是 香港人 他最喜欢吃那个鸡肉 是那种骨头还带红的 对啊 台湾的也是班战机也是啊 但是那最起码它有加 加热过了 可是泡在热水里面 控温的那个 酥肥 对啦 酥肥 那个其实我都会觉得那个会有 怕怕 怕怕 对 尤其是免疫有问题的人 千万就是小心一点 好 那我们就是 因为红葱它炒的时间 很快就会焦掉 所以我们呢 所以你先放了洋葱啊 是啊 对不对 你把锅子的温度略微地拉低了 是 这样子的话红葱进去 才不会一下子过头吗 是 那而且我个人我不喜欢 就是把洋葱炒到黑黑的 那就是新鲜的洋葱 它有一个 它的一个营养成分在 所以我 你老师比较 属于那种养生 吃食物的原型 原味 是 就是简单料理 像我都会 不去过度去烹调它 这些蔬菜 就会放到汤里面去煮 所以它其实很快 那我今天本来是要用益豆 可是因为买不到益豆 所以益豆煮那个 蓝梁风味是还蛮好的 没有的话我们就用这个四季豆 反正这种豆子也都可以 都可以 是 那就把它 放起来 好 豆子切完 对不对 对 然后这个就是 玉米笋 你看我都不去理它 那个就给它放在锅子里面 它毕竟需要稍微煮一段时间 对 是 好 那我们玉米笋就是 其实很多人会以为玉米笋会有很多荣药 其实玉米笋并没有什么荣药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因为它外面包着一个皮 包着那个碎 根本还进不去 对 好 那那个 焦哥给我一点点的那个酒 米酒 是的 好 出一点米酒 好 那我现在呢 我要放咖哩放下来了 再放海鲜 好 那我这个咖哩是微微辣的 那我再给它补一点油 对 补一点油 因为它必须要有一点油在上面 它要油脂的带动 对不对 是 好 好 那我们煮咖哩 就是你 如果要煮那种日式的咖哩 就加一点苹果嘛 那我们今天是煮那个南洋风味 所以我会放野浆 好 那我这个先切一切 因为这一些东西 等一下下去都会非常的快速的 是的 看你切样子 好像这个蛮嫩的 这很嫩 现在这一种椒 彩椒 又不会贵 又很嫩 然后这个就配色 所以我把它切大块 如果你不吃辣就可以拿掉 还好 带不出太多的辣味了 好 这个咖哩已经OK了 很香了 非常香 是 是 好 那我现在可以加一点水进来了 加一点水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有喷了那个了 喷久了 好 加一点水 再一边 好 可以 好 好 蔬菜加进来 因为那个淘汰非常快就熟了 所以我们蔬菜就先给它进来 先让它进来 那你这个汤圆有要先煮吗 有 我这边就可以把它 让它 让它去煮 好 就不用盖也可以了 对 好 我可以 汤圆就把它丢进来了 煮汤圆的时候 你要让那个汤圆整个 整个粒碰起来 就是等于一颗会变大概一颗半那么大 是 浮上来那个才是熟的 你最好是盖盖子 它会整个通通浮上来 如果你汤圆煮不烫 它中间会有一点白白 直接就会硬硬的 对 会这样子 是 好 那我们这一边来 就是给它煮一下 那椰浆就是最后再加 因为我们一般的人会煮椰浆 就是一开始就加进去 然后煮 煮到那个椰浆的香气 其实它会有水分离 那其实香味就不太够了 是这个养生或者是药膳 我觉得它多少带一点 连优质的蛋白质 譬如说鸡肉就是一个优质蛋白质 对 譬如说海鲜 新鲜的也是个优质的蛋白质 是 透过这样子的东西呢 它才可以 互相带动一下 让你这个养生药膳 变得比较好吃 是 因为你又要硬紧 然后又要有功能性 就是养生的效果 所以我们就是 不要整死家庭主户了 就是尽量简单 是 你看 就算是家常料理 老师这个还切花刀呢 我很怕就是 有一些婆妈 她跟我讲说 蔬菜很麻烦 然后里面煮都很方便 然后教的那些工序 我们都记不起来 那我现在就是说 你全部把它切一切 就往锅子全部丢一丢就好了 这样应该就没有那个麻烦了 对 好 那这些蔬菜 大概熟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加进来 好 然后呢 你那边那个汤圆需要煮多久 现在马上滚起来就好了 是 好 那因为我们滚起来 我们还有艺人 因为艺人 好 我跟大家讲 这个艺人还有一点结冰 是因为我在家里 我其实我会长期在吃艺人 你一次煮一斤 然后你把它放冰箱 一袋一袋的 那我今天想要吃绿豆 就煮绿豆 我今天想要吃汤圆 我就煮汤圆 那也许我今天就是直接就是加一点红糖 就这样子 所以 所以你最近吃艺人吃的比较多 对 吃的 比较瘦 我一天到晚吃红豆 也是去水 吃艺人我也去水 为什么我吃都不走 没有 因为你的红豆有甜 那我的艺人可以不需要甜 艺人我只要加一点牛奶就很好吃了 那你红豆没有加甜 就觉得怪怪的 我加蜂蜜不行 蜂蜜也是热量跟糖一样的 一样多的好不好 天气很冷啊 你就要吃一点点甜 增加点热量啊 好 我要盐 你吃红豆可以加姜啊 红豆加姜很好吃耶 好 那煮咖喱 我的习惯 我会加什么东西 我会加一点点糖 就是不用 你这盐要够哦 因为你待会儿那个 这个盐要供应到那个汤汤水水里面去 对啊 你是吃 你觉得你这个盐不够咸是不是 我不知道啊 因为我们 你是老师耶 因为我已经 我是食客耶 没有 每一个 我跟你讲 每一个人家里的盐巴不一样 好 那焦类的就要来 对 好了 这个已经 你看 有没有 我都补起来 真的耶 你这个汤圆 打开盖子之后 全部要浮上来 然后呢 膨胀到比下锅的时候大 一倍到一倍半的状况 好 那因为这个 薏仁呢 是还有一点点结冰 那没关系 我们就给它煮开就好了 是 好 反正汤也一定要熟 没错 那椰浆最后加 那我这边可以熄火了 OK 我这边熄火 我可以把它拿过来 好 行 你放这 放到 这边继续煮嘛 对不对 对 给它滚了 然后加过来 加椰浆就好了 现在加进去 还是要等它 待会加进去 反正这个薏仁 它一散开就可以了 对 好 你这个要先调这边 先调这边 先调这边 反正一倒进来就好了 是 要把它搅拌均匀 对 搅拌均匀就好了 所以我们没有再加热 就把它搅拌均匀 因为椰浆 你真的越煮越难吃 所以有的人就煮椰米椰浆 为什么有的煮起来很好吃 有的煮起来不好吃 你那个椰米椰浆 你一定要椰浆全部 就是椰米全部煮好了 糖也调味好了 你再把椰浆加进去 稍微冒泡就要熄火 千万不要 关键 对 关键在那边 千万不要给它 再煮到 你第二天 你又吃椰浆就很难吃 所以要进去了 可以 来 谢谢 因为老人家现在的手艺 不管用 这就是老板娘做生意 你看 哪有人煮那么大锅 这样 不怕人吃 真的啊 你看好了 你这样一加进去 透过那个锅子 能冒那个热气 对 所以就OK了 那个椰浆跟那个 咖喱姜黄的香气 很香 是 我们透过一个外锅 让它能够继续保温 这样上桌的时候 哪怕我今天吃的是一个 咸的汤圆 里面有这个营养的海鲜 对 还有这样子的 鸡肉 还有蔬菜 一块块的鸡肉 还有各种不同的蔬菜 重点是 我还有 汽水的艺人 对 保证你过节 吃汤圆也能够吃得很养生 来 上桌 喜欢今天的料理吗 赶快扫描我们画面上的QR Code 加入美味so much的脸书粉丝团 让你有吃又有拿哦 芋头除了加糖 做成甜点 咸咸的吃也很对味 蒸的松软的芋头 淋上了香气十足的芡汁 料多味美又下饭 好菜点秋香的秋香老师 马上教你做 芋头啊 很多女生都喜欢吃 不管它做甜的 做咸的 不管做菜做点心 对不对 来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 芋头的料理 其实这个秋冬的芋头 也是当中心 那比较好吃 就是像我买那一条 大概是一百块 其实煮起来就蛮多的 那我们像 就是你比较没有负担的 一个吃法 就是把它做成一个咸的 那就是要去蒸它 那我们先把它就是 那看你要喜欢那种厚薄度 你要切更厚的也可以 但是最少不要再 比这个更小了 切它的大小要平均 好 我们去动它 主要的是呢 我们希望它现在切完的 这个长相就可以直接排盘 完了以后呢 直接是一盘出菜 这样子它整个的这个卖相造型 会变得比较好看一点 是 所以你买那个芋头啊 你怕会手痒的话 你可以请那个店家先帮你消耗 不用了 在处理芋头的时候 不要碰水 你不要那个水把它弄得湿湿的 它就那个炒酸碱就不会释放太多 好 这样子弄好了 然后呢 我就这样整盘上 对 整盘上 OK 那其实你也可以分成两边 那你也可以就是一片 如果说你家里的锅子够长的话 就可以排长型一点 你不是够不够长的问题 是你那个蒸笼有没有那么宽的问题 对 是 好 主要的我们就希望它在盘子里面 是能够变成是一个好像蜈蚣状 对 对不对 蜈蚣状 所以我们每一个稍微给它拉开一点点间隔 对 你拍得真漂亮 这样子 就放在锅里面去蒸 那不管你冷水或者是开水都可以 就是水滚的开始算15分钟 15分钟 对 滚水开始15分钟就够了 OK 是 熟不熟怎么判断 你拿筷子一搓就知道了 来 我们这个已经有一个 已经处理好了 对不对 对 处理好了 来 这个 对 这个你看 没有蒸的时候是这样白白的 蒸完以后呢 颜色因为含水比较深 老师试一个给你看 好 你看 抽了下去了 有没有 直接抽两个洞 任督二脉都通了 就没关系 好 还有你在蒸的时候 你的底盘 如果你的这个盘子下去 刚好底盘那个洞 通通就是被盖住的 它叼 对 我们再给它 再稍微蒸一下 你看啊 对 老师 怕这个盘子挡住底下的洞 所以底下它放两根筷子 当成是一个间隔 有没有 再把盘子放上去 这个时候 它的这个蒸汽 就会比较来得均匀一点 是 上下都可以蒸得到 刚才蒸10分钟嘛 那大概就是蒸15分钟左右 会比较就是 最比较明显 别大火 慢慢来 你还要处理那边东西 好 这很快 你没用 这边 这边很快 你不用担心 好 来 我来整理这边的食材 好 就是有蒜末 有红葱末 是 然后有一些香菇末这样 那我先来切彩椒 好 这个 因为我们一般就是要让它 就是配色而已 把它切细细的 切成丝状 条状 没有切成丁状 那全部切成 最后 咱在顶头 对吧 对 你现在说到了 是 我确实你要做无留 要不要无留 对吧 以前就是因为这个 拜拜的鱼 有没有 一条干干的 鱼干了以后 拜完了 想要拿来再吃的时候 想要把它附热 所以聪明的师傅 就会去做一些这样子的汁 然后淋在那个鱼上面 什么东西呢 他要把所有的东西 全部把它切成条 最后淋上去 好了 人家问说是什么东西呢 叫无留鱼 对 无留鱼 对 然后因为它叫无留鱼 所以又有人就开始编故事 说是什么 陶渊明 无留先生 这个鱼是陶渊明发明的 陶渊明怎么会跑到台湾来 发明一道这样子的菜 焦哥你什么时候发明一些菜 因为你看遍了台湾的美食 即使是内地的美食你也都看遍 你可以 我不会煮 你也可以说 我要带你煮 你居然说一说就说出来了 说一说就煮出来 不是说出来 可以 你口述 因为你的来宾的 team非常的强壮 所以难不倒的 一定 我不行 一定还有很多型的 所以他们那些大厨都是手艺都很好的 那大厨本身就有想法了啦 我觉得他们会尊重你 好 笔招办理 我们把这一个芹菜 我们是土芹菜 它的香气足 你看老师现在光切 切出那个缺口 我就闻那个香气香了 对不对 这个季节的芹菜超级好吃 又便宜 我相信所有的观众 你现在如果脑筋里面 开始回想那个芹菜的香 想到了以后 你就会立刻联想 芹菜的香该加里面胡椒粉 该喝完鱼丸汤 对 对 香菜梗 对 香菜就不管它 就给它粗粗的切一切就好了 我也要带你盯口 对 对 对 好 这个就是妈妈的做法 没有 完全很天然 自然的切法 好 你的虾米跟香菇 对 我先来 要处理吗 要 也是切丁丁 叠起来 先切条 再切丁 这个就是比较麻烦 就是切这些丁丁 你也可以像刚刚焦哥讲的 切粘 就可以了 没有硬性规定 你要切块也可以 是 好 那现在 这个开阳我 泡了绍兴 好香 所以泡了绍兴 那你就把它切细细的 对 你买的 应该是品质很好 对 然后一起 因为这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叠化街南北货去买的时候 有人那个虾米香气淡淡的 泡完水泡了以后就没有了 对 那有的还有一个硫磺味 对 所以吃到肚子里面的东西 大家要小心 请大家千万要小心 千万小心 好 完成 是 来 起锅了 好 把我们的这一个焦头sauce来处理一下 好 加一点点的油 是 然后呢 爆香 红葱末 蒜末 你先醒来 好 我们这里不需要炒到很焦 因为芋头跟大蒜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你把它炒太焦了 反而 但是也要充分的加热 让它香气都能够出得来 是 对不对 对 好 然后呢 来 虾米 虾米 下 香菇 这两个也要把多余的水分给它炒掉 对 它的香气才出 对 是 然后炒好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给它触一下那个酒香 这道菜反正都是要切成丁丁丁 丁丁丁 对 所以家里面冰箱 你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东西 我觉得都可以拿出来 都可以 譬如说 你刚好只剩下两到三颗的小干贝 拿出来用掉 当然可以 对不对 对 你刚好还剩下 居粘剩下一小段的乌鱼籽 把它拿出来切一切 更好吃 你们家很多 你们家出的东西很多 好 那我要在这里 我要胡椒盐 好 因为胡椒是提香 但是盐是带咸度 我今天的盐 还要贡献给地下的芋头 是 它不是只有这道菜而已 是 那教哥 我要一点点太白粉水 待会我们浇上去的时候 它是干干的吗 还是会要湿湿的 会有一点点湿湿的 会一点点湿水 对 会亮亮的这样湿湿的 好 那不要太浓 不要太浓的芡汁 所以如果你这边太浓的话 我们可以再加一点水来 来 对 因为我觉得太浓 对 补过来 OK 可以 好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熄火了 是 可以熄火 然后呢 我们把香菜 你等一下撒在上面就好 那你在这里 你要不要加香油都可以 那看你个人喜欢 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拿出来 拿出来 来 好 可以 这个要拿出来 整盘出 好 那就可以来给它 淋到最上面去 既然我是一个这个 好像醬汁一样 我就淋到这个 最上面的地方 你也不要把芋头全部都盖住了 对 不然就看不见了 因为 你这样沾起来 因为我们刚刚是排排站的 所以它如果是每一个都躺平的 它还可以沾到 可是你都排排站 你就必须要让它在这个缝隙的地方 让它慢慢地掉进去 是 然后呢 来 香菜 最后把装饰的香菜 放上来 这样就可以了 本来我还以为这个芋头 单独在盘子里面好像很单调 就没想到加了这么多的东西 还可以冒充五柳黄鱼 对不对 是 这么好的一道料理 排名叫做 猜猜我是谁 上桌